近期冠病病例增加 影响一些德士和私照车的生意 受访司机表示 载客量减少多达三成 两大协会表示 部分司机可通过现有计划申请补助 但也希望各公司和平台伸出援手 减轻司机的负担 记者李雨婷报道 位于壁山路的德士站 在徒邀节假日上午 只见到德士排队等待顾客 受访司机表示 疫情升温导致近期的乘客量有所减少 防疫措施松绑 有司机表示为安全起见 不少乘客还是选择戴口罩 我还是戴 大哥他不戴我都没有办法的 有打针什么东西就避免 口罩要戴这样就可以 受访司照车司机也做好防范措施 以免再次感染冠病 两大协会呼吁司照车和德士公司在疫情艰难时期给予更多援助 协会下个月也将在指定邮站分发口罩 鼓励司机佩戴以侧安全 余 直ieu 運 нож